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阳中华的NGO组织曾协助拉松村保护神山 从时间点上判断 可能就是曾一致穿入拉松村的开端 达赖喇嘛原本已经挽拒了新德里召开的世界非暴力论坛的邀请 现在则表示 如果欧阳中华能到场参加 他就答应参加开幕式并讲话 非暴力论坛立刻派人去北京请欧阳中华 帮他在印度使馆拿到了加急签证 终于让他在会议开幕日的凌晨赶到了新德里 从机场到会场的路上 达赖喇嘛抓紧时间与欧阳中华讨论曾一致 欧阳中华坦诚地表示 他只给丹曾讲过一次 因为担心西藏问题敏感 对汉地推进层一致有影响 后面就没再跟进 照理说他该不好意思 他在汉地全力推进层一致 至今还停留在村一级 藏地的曾一致 却已自行达到了乡一级 从村民自治上升到了自治政权 实现了关键的突破 不过这又让他感到骄傲 因为证实了曾一致 能在没有外来输入的情况下 自己生长并壮大 是啊 欧阳中华不经意撒的一颗种子 就能让一个香实现了自治 如果能把这种子撒遍藏区 泽巴香的现在 不就会成为西藏的未来吗 达赖喇嘛陷入思考 接着说的话 似是对欧阳中华 也是在对他自己 以前只能希望中共当局改变 他不变就没希望 单纯的不合作运动 可以让对方得不到 但是自己也得不到 曾一致的先力后破 看起来是更有效的 在于力是靠自己就能做到 是的 达赖喇嘛 以往我作为旁观者 常为您的非暴力不合作召集 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能够成功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英国和美国 非暴力不合作期待的 唤醒对方的良心使其退让 还有可能 但若面对的是没有良心的对手 再大的痛苦 哪怕是超过二百人的自焚 也无动于衷 非暴力抗争便会因为看不到效果 难以坚持下去 而曾一致的不同 是完全靠自己往前走 不需要等着对方退让 自己走一步 就向前进一步 从被动变为主动 才是更有效的非暴力不合作 把你的看法在大会上讲一下吧 达赖喇嘛看起来做了决定 论坛安排我做一次分场的主讲 欧阳中华回答 非暴力主义论坛 与各种世界性的大会差不多 往往有几十 甚至上百个不同话题的分场 能在大会主场上发言的人 寥寥无几 都是最有名的大任务 达赖喇嘛说 要是我来安排你在大会上发言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你会中国后的安全 欧阳中华沉吟一下 那是我莫大的荣幸 也有助于我讲的话引起重视 即使有麻烦也值得 我可以稍微策略些 不讲西藏一类的敏感话题 而是从改变消费主义入手 引申出层一致 达赖喇嘛显出些惊讶 要是连消费主义问题也能解决 层一致的贡献可就太大了 欧阳中华含蓄地微笑 达赖喇嘛 也许我是当局者迷 在我看 当今人们困惑的所有问题 层一致都能解决 所有 哈哈哈哈 达赖喇嘛笑起来 有时间的话您提任何问题 让我为您论证 在层一致中如何解决 好 好 哈哈哈哈 欧阳中华收敛了一下 嘿嘿嘿 当然 宗教问题除外 达赖喇嘛愿意向非暴力论坛大会 推荐欧阳中华 也是想听听专家 对层一致如何评价 层一致 毕竟与代一致有诸多不同 需要搞得更清楚 欧阳中华却不期待得到专家的肯定 专家的存在 往往就是体现于挑毛病 果然很多语会者 并不认同欧阳中华所讲的 好在已经有了泽巴乡的实力 那不是欧阳中华自己讲的 是流亡西藏情报员带回的现场观察 这让达赖喇嘛 最终没有去纠结理论上的分歧 而是基于被现实所证明的 迈出了在他充满风浪的人生中 堪称最重要的一步 达赖喇嘛的这一步 直接迈进了拉松村 不仅如千军雷霆 震动了丹增和所有的村民 连雅女也开口说了话 武拉与丹增结婚后 虽不再刻意伪装疯癫 却一直没有开口 他们无田地 要干的活不多 只需杯水建柴 藏人的酥油茶和沾巴 武拉做得不好 却能做出一手不错的川菜 房东莫拉就像家里的婆婆 或岳母 也亏得有莫拉当灯泡 武拉和丹增之间 还能保持自然 否则单独相处时 总是感到紧张 他不知丹增是什么感觉 有时两人的目光 会碰到一起 在同时闪开 每到那时他就会慌乱 夜晚 他们在牛粪炉两旁 各自睡 却是他最安心的时刻 如果不是官方乡政府 常派人刺探 他们是否睡在一个房内 他不知道 丹增是不是早会搬离 那天丹增突然看到 消失多日的云游僧 在微信上现身呼他 我知道微信不安全 但是现在 不能管有没有监视了 相信有再大的风险 你也不会不要这个机会 甲娃忍不切 要跟你视频通话 云游僧说 平时总是沉静的丹增 一下变成了结巴 当 当然 我该 该怎么做 甲娃忍不切 希望村民也一块参加 不过手机的屏幕太小了 你要连上电视或者电脑 让大家一块看 我 我 好的好的 十五分钟后我再呼你 一定在那之前准备好 丹增懵了 他会做的只是让人 立刻通知村民过来 却不知道怎么把手机画面 投上电视机 也没见过周围哪个人会 如果只能在手机那么小的屏幕上看 全村人在一起怎么看得清 丹增急得团团转 使劲揉额头 一旁的伍拉听到了丹增与云游僧的通话 直到这种时刻 他不能不出手了 手机投屏对会的人简单 不会的人却无从下手 他无言地拿过丹增的手机 不理丹增的惊讶 动作娴熟地操作了几步 电视机上就出现了手机的画面 让目等口袋的丹增 进一步证实了内心的猜测 这个女人不仅不疯癫 而且有文化 他曾发现过 他私下里学藏文和上网 只当没看见 人若是装疯癫 一定有理由 还是随他好 奔走而来的乡亲们 听说贾瓦忍不切要跟他们讲话 激动地边哭边高声祈祷 丹增让人把供佛台搬到室外 电视机放在了上面 乡亲们跪满青棵地 当达赖喇嘛出现时 乡亲们此起彼伏地磕头 哭泣震天动地 县的哈达片刻就在佛台周围堆得高高 达赖喇嘛在境外见过 众多境内出去的藏人 直接看到在西藏青棵田中的乡亲 却是头一次 也很感动 不过此时重要的不是表达感情 而是尽快讲话 谁知微信 甚至手机网络会不会随时被切断呢 匆匆赶来的官方副乡长 打断了村民的哭泣 他常驻拉松村的任务 就是为了抓到搞垮丹增的把柄 听到丹增召集乡亲 当然要来看究竟 他是藏人 一眼就能认出电视屏幕上的达赖喇嘛 尽力挺住不自觉要下跪的双膝 拼了命才喊出一声 关上 这是他必须喊的 否则被关的就将是他的工资卡 甚至他本人 几个年轻藏人跳起来 要把他扔出去 被丹增制止了 这时听见达赖喇嘛说话 让这位本布拉留下吧 我希望本布拉用手机拍下我说的话 这样汇报既简单又准确 其他人也都有手机吧 我用中国的微信跟你们见面 一是据说你们都用微信 二是也没想躲避中国政府 光给我跪没有用 把我说的拍下来传给其他人看 传的人越多 给我带来的福气就会越大 谁不想把见到达赖喇嘛的神奇时刻拍下来啊 原来只是顾忌礼节 没人敢做 现在大家立刻都拿出了手机 一起对准电视屏幕上的达赖喇嘛 不少人还同时邀请其他微信好友 一块儿看 达赖喇嘛首先表达歉意 这么多年没有和境内藏人直接联系 主要是怕中国当局指责他操纵 然而一望小心翼翼 各种忌讳 仍逃不脱中国当局的指责 不如不再作茧自负 该联系就联系 他的另一个担心 是怕危机境内藏人的安全 现在也有这个担心 但是他听说丹增连坐牢都不怕 所以他以丹增为第一个童话的对象 丹增这是上前对达赖喇嘛心五体投地的大礼 为自己没穿袈装 表示羞愧 达赖喇嘛打断他 你做的一切我都知道 你是为普度众生舍身似虎赶下地狱 佛菩萨会给你最大的加持 我感谢你做的一切 也感谢你的看着嘛 大家看向在后排角落里的伍拉 给他让开一条路 他走上前跪在丹增旁边 达赖喇嘛对他们变换手印 念了一小段祈祷文 对于藏人 得到这样的祝福 立刻去死都是无上的幸福 伍拉在他们眼中 变得与丹增同样尊贵 当他们听到伍拉对达赖喇嘛 说出藏语的谢谢 土鸡切实 没有人奇怪 哑巴怎么会开口说话 他们既相信达赖喇嘛 有这样的法力 也相信伍拉作为看着马 可以把语音像浮藏一样 随时藏起或取出 好吧 现在说今天的正题 下面我对你们说的 也是说给境内所有的藏人 达赖喇嘛的语调变得慎重 知道他的这番话 一定影响广泛 无疑会在事先反复推敲 做过自自斟酌 最近境外藏人的选举 否定了中间道路 我无意影响境外藏人的民主 但是我以一个普通藏人的身份 可以表达观点 我仍然坚持不追求独立 只希望实现批藏的真正自治 我甚至要把非暴力不合作分开 坚持非暴力 放弃不合作 我促请境内的藏人 与中国政府合作 帮助实施中国法律 我前面一直要求中国政府 落实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 那只能由当局落实 迄今毫无进展 现在我促请的是 藏人自己去落实中国的法律 你们不掌握权力 不能从全局做 但是可以从自己的村庄做起 只需要你们在本村落实 中国人大在几十年前 就通过了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那是正式的法律 你们去实施是自觉的手法 不需要得到当局同意 且应该得到当局的支持 只要你们先实现 每个村庄的自治 西藏自治就有了基础 中国当局肯定说 他们一直都在落实村民自治 普通村民却会感受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被政府操纵没有落实 藏区是这样 汉地也是这样 但是现在 拉松村村民用层一制的方式 做到了让中国法律 真正得到实施 这是拉松村对中国法治的贡献 也是为西藏自治做出的贡献 我希望所有的村庄 都向拉松村学习 通过实施层一制 让中国的法律得到实现 层一制理论 是中国社会活动家 欧阳中华创立的 他的著作和文章 可以从互联网上下载 主要内容也有了藏文一本 在实践方面 拉松村的丹宗最有繁衍权 拉松村是成功的样板 我希望所有藏人都向丹宗 和拉松村百姓学习 掌握层一制 推广拉松村的模式 知识分子 僧侣和学生 要行动起来 用你们的知识 帮助民众掌握层一制 境外藏人社会 也应该搁置独立 或是不独立的争论 把精力放在脚踏实地的进展上 达赖喇嘛没有谈到 泽巴乡已经实现了层一制 虽然让人民知道 层一制已经在 相机挣钱实现 更有激励性 但是那不符合 中国的现行法律 达赖喇嘛 不能让中国政府抓把柄 而只要推出了拉松村 人们会自然接着看到 泽巴乡 继而看到西藏的未来道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